马来西亚真是个美食天堂啊 如果你是一个有选择困难症的人 不懂要带亲朋好友们去哪里聚餐时 不妨留意今天的节目吧 我们挑选了一些不错的大马风味美食 给大家尝试尝试 第一站就来到汇聚北马风味的餐厅 吃传统的街头美食 太好了 以后如果有国外的朋友来到这里 你有懒惰带他去各处吃东西啊 就来这里吃 是啊 你看 北南的潮鬼钓鱼也有 吉兰丹的那些卡拉布也有 还有这个巴森帽 是啦 好吃好吃 好吃欸 而且你看这个虾 算是很大一只的哦 在潮果调里面 OK 我要老实说啊 一般上我们在很多的香肠里面 你要找到好吃的潮果条 其实如果比起在外面的档口来说呢 是比较难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味道还蛮不错的 只不过它是比较湿润一些的 嗯 跟那种炒得比较干生的潮果条 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它的味道我觉得OK欸 OK啊 很好吃啊 你知道这个哦是连续了他们的 祖传的炒龟调的味道 在槟城啊 有六十年的历史这么多 你知道吗 然后他们叫做阿虎啊 阿虎 然后这个其实吃下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可以十足多哦 里面的韭菜啊 他们有客气咯 还有那些虾 所以带出来的那个 咸香味哦 还有炒龟调 独有的那种口感呢 都有 真的我觉得那个 炒果条的我可以是最重要的 这个有做到啊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跟朋友分享了 是不是 对 OK 接下来要吃哪一个 这个Nasi Krabu啊 然后这边是有个I'm Pechek 嗯 Pechek 在Kalanda那边 你知道一定会吃到的 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在这边可以吃到 而且你没有发觉 它这个Nasi Krabu的颜色 特别的蓝哦 很漂亮啊 它这个是用蓝花来弄的 对啊对啊 饭上面就有放那个鱼松啊 然后呢 就要把这些超过的椰丝 捞起来还有姜花 等等的 你知道我对Nasi Krabu 也是抗拒不了的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香料啊 豆芽啊那种菜 全部捞在一起吃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很香脆的感觉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 他们放的东西都是 有自己有独有的香味 所以你不用怕它 有成很生的感觉 好香哦 好香哦 你知道其实Nasi Krabu他们的饭 它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的 不过因为它这里的厨师 就是把这个饭煮到它粒粒分明哦 又不会太湿粘粘这样子啊 然后你再加上其他的那些香料 那种菜一起吃的时候 它就是口感哦 丰富到爆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我真的很喜欢把那些 有点咸蛋和姜花啊 等等这种 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香香公主的材料 对 一起混合饭这样吃下去 可是这个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版本的 滴饼饭有没有 这个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好吃 对 嗯 好吃好吃 那你要吃一下这个 I am project 好 Pekekci 我每次都叫它Pekekci 它这个是煎的 它就有放那个红葱啊 辣椒啊 姜啊 去腌制 一天 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 因为它的酱料是比较偏甜的一点点 是啊 这个I am project 我在卡兰丹有吃过 可是今天在这边吃 我觉得它好像有点改良过的味道 那个鸡肉滑嫩 不再花下因为是鸡腿肉 可是因为它这个做法 煎过外皮就脆脆的嘛 然后它那个酱汁好像有三蛋的 有椰盖在里面 对 对 浓稠一点 Pekekci一定有三蛋的 对对对 对 可是它的这个三蛋的味道 也不会说太过重而腻 嗯 是刚刚好它也不会放太多酱给我们 有没有看到 然后我觉得它是煎的不是炸的 有个好处就是你吃它的皮的时候 它有一点微醉还有一点韧性 嗯 有没有 这感觉还不错 对 好 这个是他们的10年招牌菜 能吃你多少个10年 没有几个的啊 所以要好好的珍惜 有的吃就吃了 真的 你看 有那些冷卖 黄姜饭有那些卡拉布 这样我要吃黄姜饭 我对黄姜饭还蛮情有独钟的 好 这个是炸起来的 它有一个bumbu sauce在那边 插一点它的那个人巴 人巴鸡的酱料在里面 它那个lemon grass的味道好重哦 好好吃 而且我一直刷一个脆脆的 在它酱料里面 知道哦 它的这个nasi lemak哦 也是有一点点湿润而已 可是它又不是说干得可可分明的 可是它的这个口感就是 很好吃的一个nasi lemak了 因为它有加椰酱啊 所以特别的滑 而且还吃得到它的甜味了 然后你再配上刚刚那个人巴哦 其实那个人巴里面 你看你所讲的那种香的 全部很浓郁啊 再配上花生酱一仔哦 哎呦 哦 太好吃了吧 炸得好脆 而且是薄薄的脆 不是那种加粉 变得很厚闻那种皮的脆 而且啊 你一定要跟着它的那个酱料一起吃 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这个鸡跟那个鸡 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了 不会啊 完全不一样 然后这个哦 更加的香 更加的香 可是都更有千秋了 我觉得哦 我觉得是看个人口味 你想要吃哪一个 就是你吃哪一个 每次我们都会讲嘛 对不对 对 来 接下来这个 这个叫Pasembo 对 其实我们这边普遍都会叫它Rogiat Mirojiat这样子啊 对 可是北马的人叫Pasembo咯 它放很多声光啊 有Shake 然后还有这个黄瓜 好吃 我刚才在吃第一口的时候 我还会讲 它刚才放这么多辣椒 可是它不会很辣 可是它是慢慢辣起来了 可是这个辣呢 不会遮盖掉 它本身那个有一种花生酱 像那种 传统的Rogiat的香味咯 对 不会遮掉它 对 很香耶 而且你不觉得它放很多声光啊 那Shake 所以吃下去很脆啊 脆到每一口都是有那个水 逼出来的样子哦 它还加了一些腐竹培啊 然后再加了一些好像椰子做的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桂这样子的 还有鸡蛋 OK 所以每一个口感都不一样 有些是爽口的 有些是脆的 因为在街上的味道 甜中带辣 所以很开胃咯 哦 好辣 真的有一种后劲十足的感觉 真的 来这边真的很不错耶 但是什么你要吃什么 一次过吃完耶 不用那么辛苦 重点是它是在shopping mall里面的 哦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shopping mall的感觉是 嗯 里面的时候植物 哦 瘦瘦而已 就自己也OK 真的 我觉得你看了豪家锅 应该对很多东西又会改观的 对不对 对啊 嗯 对我们也会改观 越来越喜欢我们 是不是 不好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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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要再喊了吗 没有声音了啦 你可以停着 停着喊 我要喝豆奶了 真的 我们今天可以补充我们的protein 嗯 为什么颜色跟我的有点不一样 因为是抹茶的 哎呀 那天你的啦 不是啦 有点黑豆的是不是 对它是黑豆 然后就是那皮呢 去掉之后呢 那就是青色的 然后青豆仁这样子 然后煮出来就变成这样子了 哦 这个是传统的 来 Cheers 精神满满啊 一喝了之后 豆奶的香味是100分的 因为真的很香 然后它的甜味哦 我觉得它调到刚刚好耶 会过甜 所以喝下去你就觉得它很好喝 很好喝 因为我觉得好喝的这个豆浆啊 它要 豆味一定要够 对 然后呢它 这个是有加糖的 可是不会说太甜 所以就刚刚好 而且喝下去非常的smooth 对啊 因为有些豆奶哦 你喝下去它是香香的 可是这个你就知道它是真材实料 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豆奶真的很有古早味 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吃糖水的啦 那我的朋友都很喜欢吃糖水 那我们如果要找豆腐花可以去哪里找呢 我们只可以去到八三马拉嘛 去到 food truck 如果你说要入到一间店啊有冷气 可以很舒服的 跟朋友聊天啊 吃一个碗豆腐花 那我们是没有了 那我们就将这个生意带来这里 所以我们的概念呢都是很传统的 希望可以将一个传统的糖水呢 继续下去咯 就好像这里的装潢啊 你看 有那个很古老的脚踏车 很适合我们来的 对 还有那个罐头电话 我没有玩过咧 我只是从我的照片看过以前的公公那边有的 真的 我们不是玩这个古尼罐的 我们是玩紫杯的 没有了咯 我是抓Pokemon的 哦 你很年轻哦 你长得超老吧 来啦 吃这个豆腐花啦 你看 你摇它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它 为什么可以这么青春可爱 而且你看 它是蓬蓬的 有微微这样子 哦 感觉很滑 可以吃了吗 可以 又看到流口水了 好好吃哦 还真的 还真的是蓬的 很好吃 它们怎样做的啊 它有厚度耶 它不是那种 OK 我现在它有魔法咯 真的 有魔法 一般的豆花 你都可以吃到很滑顺的 这很正常 可是这个呢 它一开始呢 它这豆腐花 可能它立志想要成为布丁 可是大家讲 哎呀不要啦 我还是做为自己比较好 所以一开始它咬的口感 哦 有厚厚的 然后你再用你这个 像额和那个舌头这样子含一下 哇 就变得很顺很顺的豆花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奇的豆花 因为当你一放进口的时候 它有一点蓬松的质感 可是你一含着它一下子 它就融化了 所以它是做到哦 入口即化之余 还带给你一种有口感的一个质感 这是很难做到的 而且它的姜糖够香 又不会够辣 难怪哦 店家他们就是切很大一片 这样子放下去的 不是比较散的那种 嗯 这个好吃 真的好吃 豆味又够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弄的 我们是用加拿大豆来弄 豆腐花基本上 和豆奶大同小异 但是豆腐花它的 豆的成分会比较少一点 因为如果太多 它会比较硬 所以我们除此之外 它的另一个用选 就是它有加入一个 coagulator 我们用的是石膏粉 这个是药材性的石膏粉 对古老其实以前的做法 一直以来都是用石膏粉的 所以我们就坚持用一点 OK 再来我们来吃一下这个 鸳鸯豆花 OK 就是有放这个 sasame 也可以算是太极豆花 一黑一白的 对对对 黑芝麻的 好好吃哦 天哪 好好吃哦 黑芝麻很浓 你知道这种黑芝麻糊啊 很容易就变得过于浓稠的 或过于甜 吃两三口已经受不了哦 要把它放弃掉 可是这个 它的浓稠度是刚好的哦 而且很香 那个黑芝麻的味道 你再配合那个入口即化的豆花 原来它们是一对情侣来的 原来是可以这么搭的 而且你不要以为啊 要把它们弄成鸳鸯是很容易的 我真的有吃过巴基手腕 就整个豆花很碎 然后芝麻也没有太香 这个真的很好 你知道吗 这样子呢更有口感哦 有豆花的入口即化 还有那个黑芝麻糊的浓稠的感觉 一流 好吃耶 难怪在这种中午 明明是吃午餐的时间 刚才还蛮多人的 是的 OK 再来你看一下这个饼 它下面那个是豆花来的 哦 对 下面是有冰 哦 用糖去结的冰 感觉新年到了 好好吃哦 因为每次我在新年的时候 就会喝菊花茶 菊花茶耶这个 它的这个菊花糖水 它比那些包装的好喝太多了 很香 你不能拿一笔 这个新鲜的耶 真的很香很香 而且它有一个桂花膏在上面 所以你吃这个东西 你看哦 它的那个菊花的糖水 已经是让你立刻醒过来了的 很提神 然后它的那个豆花冷冻之后 其实并会有恶心的感觉没有耶 反正觉得它变得更加扎实一点点 可是还是有那种 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它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就要呈现一种冰山雪山的感觉有没有 因为它这个糖冰是有一点点 带透明还有白色的 所以很漂亮 然后呢它慢慢溶解之后 它的那个糖分就进入了那个汤水里面 然后这样吃的时候 哇冰冰凉凉非常解暑 对很解暑 然后你在吃到这个桂花膏的时候 它还加上那个枸杞子的甜味 还有那种香气 很不错哦 喜欢吃比较甜的朋友呢 你可以吃这个 我觉得这个甜品呢 它很有巧思啦 真的 就是它的那个甜味 它是会逐渐因为那个冰化融化掉 变得更加淡一点点 而且当它一来的时候 它那个菊花的糖水是比较温一点点的 所以它就慢慢 你慢慢吃慢慢喝 它就越来越清凉 然后口感就很多变 不是死死的一种感觉吧 真的这个很不错 对 感觉良好 尤其是在炎热的下午 对 对 我觉得我好像变美了 有没有 你要吃豆花会变 对啊 有没有 通常这种时候就是你要站远一点 我说你觉得比较 不是因为广告啊 你看 水水的 我不行 这么硬了你去打 打来啊 广告是这样的 真的 对 好硬哦 没有 没有 对 对 对 火箭 嗯 火箭 嗯 火箭 我跟你讲 这间店在增加吃历史有久了 我知道 我来过 我跟你讲 我也来过 Cita Park 好猛 好猛 哇 你真好猛哦 忙到这个是它的把菜 你看 死的不会不见 所以这边有很多人 所以写很多蛋 对 有没有好吃的 要推荐给我们吃 我们很久没有来 忘记有什么了 通常呢 我们阿龙是吃螃蟹 还有我们的招牌豆腐 沙马呢 通常呢 我们要问他仔 可以吃辣母 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是轻松版 一个是紧张的 你看 轻松版 是轻松哦 就是比较放松 没有这么不用抹汗 紧张的是 就是想拉一点 紧张的是 快点拉拉一插汗 哦 这样豆腐呢 有哪一个版本的 比较好吃一点 豆腐呢 通常第一次来的客人呢 我会介绍他吃 Mike Jackson 跟他买保鲜 蛤 就是一般黑版本 我们跟Mike Jackson 买保鲜 不是 豆腐 豆腐 我们的豆腐 通常招牌是黑色的 如果是第一次来的客人 我会建议他吃黑白 给他选一下 有些人看到黑很怕 有鱼毛 鱼呢 之前我们要露来 烧鱼很出名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 都差不多二十年了 这条街 一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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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3D了 那些鱼本身都是3D的 怎样说3D法呢 我们煮出来也是3D的 不带立体眼镜 看不到 哎呦 现在黑白是4D的 好 那你帮我们准备 这个好吃的 我们在这里等 是 好 后面等 好 我觉得我们太幸福了 上尾是很幸福啊 不要这样倒 要害点 等一下 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这样又是 我的惊叹就是这样子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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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惊叹是因为那个螃蟹 够够够啊 好多够啊 而且你看这个豆腐 是有两个不同的耶 这里明明是好像 打排档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哦 它的整个摆盘啊 摆设啊 就是好像那种 有心急的那种餐馆这样子 对 因为看老板娘说他做了40多年了 所以他们有一些改革啦 是要有点心意 ok 给个掌声他们 说真的 我们是不是要喝点汤啊 是叫干状沙白耶 可是它里面哦 很多料哦 我跟你讲哦 好像有猪肉又有沙白 而且它的汤啊 胡椒汤来的 哇 它不止胡椒 还有辣椒在里面 难怪叫干状沙白啊 因为喝了之后哦 一颗就好像那些毛啊 就不站起来这样子哦 双眼就 然后很刺激的感觉了 因为它够辣 白胡椒的那种香辣的味道 完全在里面哦 表露无遗啊 嗯 新鲜 很入味耶 干净 它这个猪肉哦 就是那种花肉嘛 有半肥瘦的 所以这个半肥瘦的猪肉哦 如果好像你吃那个 鱼鱼鱼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说 很爽口的 你咬下去 哇 又有点油 叮出来这样子 那在这个白胡椒汤里面呢 其实它也真的是有发挥到它的功用啦 我觉得每次煮汤啊什么啊 猪肉真的是 它是一个帮 帮助那个味道啊 提升的工程 对 就是 这样子很好喝耶 不只是鲜 还有那个猪肉的甜 好喝好喝 再来这个哦 双胃鱼啊 你知道刚才老板开玩笑 他们说 这是3D鱼 等一下给你们拿3D眼镜 然后我一秒钟啊 真的吗 好单纯啊 真的 哈哈哈 今天我们的是龙骨班啊 好哦 但是看它来什么鱼 新鲜的鱼啊 就煮给你吃 诶 这样我吃这个哦 这个我不要用浮夸的表情 来形容它的好吃啦 因为这个鱼头啊 它真的是很新鲜耶 我刚刚吃那一部分那个肉啊 很滑嫩 因为这个龙骨班啊 我觉得它的夸了井是很好的 皮不会太过韧性哦 咬下去还是滑滑的 那里面的肉 也真的是嫩嫩到一种境界 而且它的汁啊很入味哦 那种蒜香味啊 咸甜的味道 全部都很出来 很出色 很开胃啊 很好吃 它这个呢就是一鱼两吃嘛 对 这个是中式的 刚才我吃的就是比较偏西式的 然后呢 一送入口哦 它那感觉 我本来以为它那种烤的样子甜甜的 有点像那种unagi这样子 它的皮有点点像的 可是它那个香草酱啊 真的很浓耶 真的好像放了 撒了很多那个 香料 那种香草在上面一样 然后它的那个口感 那个酱料的口感 是那种mayonese这样子的 所以它有一种香草的香 然后甜甜味味酸这样子 我还没有接奶呢 这样我吃这个 什么意思啊 有奶油吗 哦这个 可以吗 其实很特别 因为两个都是豆奶的豆腐 你知道吗 他们自家做的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炸了之后 它的外面那层皮 好像那个倒腐bok这样子的 然后里面呢 就是滑滑软软的 好像那种水豆腐一样 滑滑软软的 对 然后沾上这个湿奶油 真的是好吃 因为这湿奶油 它是比较稠 比较黏 多一点的 对 然后有点微微的咖喱叶的香气在 再来一定要吃这个 你看 这个也是豆奶的豆腐 白豆腐 它就放了一点蚝油 又配它上面那些虾仁虾米 好好吃 很简单啊 其实这个 这就很好吃 它那个酱汁不只是蚝油这么简单的 嗯 还有加了其他的一些调味料在里面 嗯 因为他们刚刚说了 这是自家的蜜酱来的 好好吃 我是特别喜欢它的那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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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的虾米 对 还有它的那个杂葱 嗯 因为有了这两个 就很厉害了 接下来要吃你的好朋友了 这个是高蟹 你看 那个高 哇 你看到 我们吃的这个呢 是烤蟹 它的那个高啊 嗯 就烤过后还咬起来的感觉 还真的有一点是那个月饼里面的咸蛋黄的口感 嗯 有一点点快撞快撞分配的感觉 有点发实了 嗯 可是还有那个蛋黄的香味 你知道烤螃蟹基本上哦 真简单的嘛 放点它们的一些特调的酱料啊 放点盐啊 咸咸的这样子 再带出它里面的甜味哦 就很好吃了 可是再加上有这么多 有点高啊 哇 那味道就是浓情化不开 我觉得它这个烤蟹呢 是我吃过会比较偏咸一些 诶 你要送给我吗 是我吃过会比较偏咸一些的 可是当你吃到里面的肉的时候 我就觉得刚刚好了 我觉得这个搭配很好 因为它外面比较咸 嗯 涂在外面嘛 而且它咬到里面的肉 这样搭起来 就刚刚好 真的很幸福 嗯 后面大家也很幸福 对啊 有机会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是不是 我可以再多吃一个吗 是啊 整只都是你的 蛤 有你就有螃蟹 你不觉得吗 有你就有我 真的 横行吧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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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